委員已經做伴了 第一次是地方界的文師委員的文師會議 我們先介紹今天的委員 國外委員從主席的右手邊開始 第一位是陳彥謠委員 第二位是蘇英寧委員 第二位是詹天權委員 然後李富國委員 薛琴薛委員 現在中間是我們的蔡總裘 蔡局長邵委員 邱如華委員 趙金雄委員 李舒欣委員 王衛州委員 游淑英委員 現在進來的有王慧君王委員 蔡元陽委員 國內委員 今天召集的有兩位 第一個是公務局的代表 張雲會章委員 蘭勞局的代表 蔡元陽委員 蔡偉委員 蔡元陽委員 謝謝 謝謝 好 那我們感謝大家今天算是我們今天的議會集 那 遇會也是長期的夥伴 他其實就非常感謝大家 那我們今天議事還蠻多的 等一下蔡副司長因為他有另外一個議員會 看是不是討論案他會來指揮 還有蔡遠良大老師好像隨時會進來 那我們現在人數是不是已經找了 那我們就請六個位來指揮 確囑他們是會議記錄 確囑第1位 1 2 3是會議記錄 報告案案1109年度165發資產補助案 第1接著補助經濟單位情形報告案 結論同意被查 審議案案1大同區案期間9項4、6、7號 歷史建築公告事項審議案 結論 討論同意決議大同區案期間9項4、6、7號 歷史建築公告事項 公告事項請委員參議員 討論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歷史建築經驗建築登陸分子審查及 補助辦法辦理後續事宜 按2 中正區博愛路2號指向施定補給公告事項審議案 結論 本案決議同意中正區博愛路2號指向施定補給公告事項 2 公告事項請委員參閱 3 本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補給指定及廢紙審查辦法辦理後續事宜 按3 維山區政治大學果夫樓四圍堂智希樓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 結論 1 本案同意登陸國立政治大學四圍堂果夫樓智希樓為歷史建築 2 公告事項請委員參閱 3 本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歷史建築經驗建築登陸分子審查及主管法辦理後續事宜 3 案4 大同區中校西路二段九十三號 鄭州路二十六項七號 新民北路一項一二三號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 3 本案A1 大同區中校西路二段九號 本案同意登陸為歷史建築 公告事項請委員參閱 3 大同區中校西路二段十三號 同意登陸為歷史建築 公告事項請委員參閱 編號A3 大同區鄭州路二十六項七號 同意登陸為歷史建築 公告事項請委員參閱 編號A4 大同區西民北路一項二號 同意登陸為歷史建築 公告事項請委員參閱 編號B1 大同區西民北路一項一三號 同意登陸為歷史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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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陸 歷史審查及補助辦理後續事項 歷史客遊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代理 以及登陸程序 後續辦理公告時 將依據建築實際坐落土地 進行辦理公告事項 大同區西民北路一項一三號 不指定為古蹟 不登陸為歷史建築紀念建築 後續請管理單位一 一百年七月二十九日 本市文字會 第三十七次會議結論辦理 九 臺北車站特定專用區 一萬一戶區地面下可能存有新代機器局 日治使其砲兵工廠 早期陪伴物宿設置遺構 地面下之建築遺構 須以考古學方式發掘 案五 中正區臺北放送局時 轄勢定古蹟定住土地 範圍修正審議案 結論 一 本案同意修正 指轄勢定古蹟臺北放送局定住土地範圍 二 同意修正臺北放送局 坐落土地為中正區 及公元段三小段一三九部分 一三九至三部分 第號等 二筆土地 三 本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不及指定及固執審查辦法 代理後續事宜 案六 歷史建築中山橋 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審查案 結論 一 本案質疑同意說 再利用計畫修正後通過 二 請就委員所提意見及相關 將未出席說明之內容 並同納入本計畫報告書 並提供歷史建築中山橋管理單位 一 計畫進行方案選擇實質背景示證 案七 維山區專政大學 滑南新村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 結論 一 本案質疑 一 同意登錄文傳區正值道學畫 滑南新村文聚落建築區 二 公報事項請委員參閱 三 本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聚落建築區登錄分子審查 並不足夠辦法代理後續事宜 以上紀錄請委員同的備查 好 針對參加會紀錄 如果沒有委員到正在修訂 好 如果沒有 我們可以查 我看一下 報告案一 愛永 大同學金華社會住宅新建工層林 直轄市地土地 台北監獄尾牆遺跡 歷史建築園台北協物所關設 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三條規定報告案 按理 情形一 台北監獄尾牆遺跡 於 1987 年 3 月 25 日 公告為直轄市定古蹟 原台北行務所關設 於 102 年 12 月 3 號 公告為歷史建築 法案是本舖突發舉 委坡留培森建築市事務所 案例本市大安區精華公共處宅 新建工程委坡規劃設計 及建造技術域活案 因工程基地林靜市 市定古蹟台北監獄尾牆遺跡 以及歷史建築園台北行務所關設 原因文資法再次條規定 檢送報告書 本局在 109 年 2 月 13 日 邀請三位文資委員 召開專案小組會刊 那委員皆認定 該新建工程不涉及 文資法第3 第4條之餘 請申請單位依委員件修正 申請單位依委員件修正 申請單位在 109 年 3 月 6 日 檢送報告書到本局 經檢市已經依委委員件修正 補充去送我們整議會報告 申請部本案的規定報告書 申請委員詳參固件 這是本案的基地位置圖 南報部分是這次工程的基地位置 就是特色跟特色的部分 那補充的部分是 台北行務所關設跟武器偉牆的位置 這是新建工程的視覺模擬 就是從金華街視角模擬過去的畫面 這是各個角度 模擬與李維強的 歷史建築與新建案的關係 然後這個是從特色基地模擬的關係圖 然後這個是從特色基地模擬的關係圖 然後這是新建案二樓平台的模擬視角 你辦大安區金華社會主宰 新建工程的名字之下 市定主機台北監督文牆 以及歷史建築原台北行務所關設 共有文資法第四案四條所列 有破壞主機及歷史建築之完整 之外其外貿或組設及關聯通告之旅 您請同意備查 二 後續請開發單位以 古歷史建築監測後計畫執行 三 本案一結論辦以後續 好 報告一 劉培森建築事室所 還不發覺有沒有其他要補充或修正的意見 沒有 那賈老師有沒有 不覺得報告一有他的提問 那這個王老師有嗎 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那個三四條裡面 它其實是要討論兩個事情 是不是有破壞股基及歷史建築之完整 那因為在平面上面 就是木質的設計 從平面上面 或是完工頭的狀態 只是當然看不出來 它跟整個古基那個圍牆中間的關係 最重要的是偷面 可是事務所沒有提出偷面的相關的偷面 我們怎麼會知道 在偷面 比如說你在地下的連續壁挖掘的過程中間 它會不會造成整個古基的圍牆遺跡的破壞之餘 是不是可以請事務所去送你一下 好 這是請事務所做的 好 這是請事務所做的 在上面的地方 有幾關紅幕 那這個紅幕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我們武基圍牆距離社宅的開挖範圍 有一點文明的保留社設施的一個關部 它在上面的地方 依照這個都省的建議去做的石森工 然後石森工跟圍牆中間 還有更多的遺跡保護去組 那再來跟委員報告一下 在第一階段的時候 我們是社區上面 事實上原本跟這個歷史建築區 與社宅中間是有天橋去做連結的 但是因為這部分有涉及到整個遮蓋的部分 所以我們在第一階段的時候已經全部都拿掉 現在已經沒有任何遮蓋的這個設施在上面 所以我補充 那個跟委員報告 其實三、四條現在分別在這一段 那如果第一階段其實有審過一些西部的圖面 那他們圖面沒有問題的話 才會讓他進入第二階段去做審議會的報告案 那審議會的報告案主要是要請委員 來決定這個視角上會不會遮蔽 我們主要選的點是從精華接的那個部分 因為其實他前面還有行物所觀色 但是我也搶遮 然後另外有一個部分 是原先他剛剛講的 他本來有一個遮蔽的部分 就是他天橋的部分 那現在已經拿掉了 所以他已經沒有遮蔽 那個圖面圖其實在天橋的部分最清楚 可能他因為他拿掉所以那張主力 在這邊你能寫信 那另外 他的視覺的部分就是另外一個單元 那個譬如說接到另外一個案子裡面去審 讓你移植的部分去審議 謝謝你又將會有說明 他跟其他委員這個報告案有其他意見 好 如果沒有我們同一隊查一下 好 不好意思我再請教一下就是說 因為他有提到涉及到視覺跟那個 行動設計的這件事情 但如果針對那一面 我們這面古蹟牆 他在那個環境當中的整體周圍上的一個 我們審調性包括他的色彩 還有上面的一個 整體上的一個 氛圍上的一個設計 這個部分其實是算在第二階段 這個區塊還是在第二階段 我所謂的視覺是那個移植的方 包括移植的方 他那個視覺色彩是37條 就是在定審 所以不是那個有文字這邊的 所以不是那個有文字這邊的 後面我們再下一個 報告案2 愛有 大陶區金華駕駛小站 703天號等陽明古畢 新建工程 林直轄市定古畢 景景日市宿舍 林務局局長舊宿舍 涉及文化資產保護法 第3項四條 規定報告案 辦理情形1 景景日市宿舍林務局局長舊宿舍 於96年1月29日 公告為直轄市定古基 公司更新 公司更新 公司有三公司 偉坡天主事事務所辦理 本市大安區金華站 二小站 703、704D號等 兩陰土地新建工程 但因為基地零近時 直轄市定古基 景景日市宿舍林務局局長舊宿舍 原因文資法第3次 常規定解送方案 本局在108年12月26日 要請三位委員召開會議 我們的意見是 本案延刊五順及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3項四條 策略有破壞股基制完整 最該請外貿或註塞其官方通道之餘 也申請單位 一委員建修政府 機構保護計畫過去辦理 另有關本案一本部公告 修警府台北市大統區大道成立 公貿特定專門區西部計畫案 申請接送容積儀式 續送等審議會報告 申請單位在109年2月7日 檢註修正本的報告書 及基建設保護計畫制局 經檢視業役部會議 意見修正及補充 請委員參考本案的報告書 這是本案的基地位置圖 它主要在金華街上 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一個地上死一層 地下三層的建物 中間除了隔有一棟建物 以及還有隔一個潮州界107項之外 然後旁邊才是我們的本機 這是申請單位提出的視覺模擬圖 你辦大安區金華段二小段703D號的 兩筆土地新建工程 農基辣市戶府 及一日式宿舍 林務局局長副宿舍 會有文資法第3條所列有 破壞股基之完整 最蓋請外貿局局設定高的空道之餘 您請同意備查 二請開發單位一備查之報告書及 屬基金測保護計畫 履執行 三本案子一檢註版的後續 針對第二案的部份 各位老師有沒有其他的意見 好 如果沒有我們會被查 第2案 報告案3案有中生區國防部 限定指揮目 惠陽大樓新建工程 林直轄市面5級 臺灣總督府電話交換區 涉及文化資產保證法 第3案思考規定報告案 替你請 臺灣總督府電話交換區 為輪廓7年5月4日 公告市直轄施定谷基 法案市國防部 建幣指揮過衛辦理 貴陽大樓新建工程 因該工程基地 林直轄施定谷基 臺灣總督府電話交換區 涉及文資法第3次條規定 依規定解送報告書過激 他們在108年10月27日 邀請薛琴委員 理副國委員 即將分證委員 主要開本案審查會議 推結論略修正後 復審 替請申請單位增加 直轄施定谷基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 避以信一部 視覺警官點之補充檢討等事項 今天申請單位完成修正後 本局在109年2月18日 召開復審會議 會議結論略 審查結果為修正後 通過請申請單位 一委員意見修正 補充後 修正本審議會報告 申請單位完成修正 補充名詞 修正本審議會報告 本案英文化資本好 就把第3次條規定報告出 請委員參考推薦 請委員參考基地位置 以及古蹟周邊的地形圖 這是後世的謀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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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辦的部分就是 因為區國王府 市民主任部 會有大腦新建工程 臨植下市民股基 臺灣總督府對話交換局 未有民化資產 保存改第3次條 所謂的破壞股基之完整 遮蓋其歪貓或主射其法的通道之 以及同意被查 第2點是 請生社單位移被查 及報告出其 古蹟保護監測計畫距離執行 3 本案英結論辦理後續 3 好 針對報告案3 這個案子 11或是7 稅料15 13的形象 那針對這個案子 有沒有其他的 委員號提問 或者稅料修正 好 如果沒有 我們黃一輩 我們下一案 報告案是 案由 109年度 私有文化資產補助案 第二階段 補助經費 辦理情形報告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8條第30條 及台北社 國基地建築 基地建築 豬肉建築群 高部抑制 史基 文化警官補助 最後要點 辦理情形 1 本市 109年度 私有文化資產 補助 私有文化資產 辦理 調查研究 規劃設計 修工程 及設備等 費用 資本門 編列新台幣6千萬元 扣除108年 資主補助 支配合快 1075萬元 109年度 第一階段 合定法案 共 952萬 6,056元 109年 私有文化資產 補助資本門 上於3972萬3944元 整 2 本案為第二階段申請 109年3月1日 開始修理申請 109年3月31日 截止收件 本次申請 集合定分配狀況 私有文化資產 私有文化資產 資本門 等於受理商案 建議合遇商案 分配補助經費計 2,145萬6,025元 3 檔案金融 金融判猶 米副國委員 米薰農委員 張天權委員 吳崇文委員 及薛琴委員 組成專業小組 於109年4月13日 召開審查會議 會議接入經費員搶餐附件 為例文化資產保存 及修復及再利用 有關補助案審查 是以具備修復及再利用計劃 管理文化計劃者 優先補助 建議合定分配結果 收入如想 1. 市立補金融中隔 修復工程 含建造第一期 原則同意補助 經費開寸數為 2,613萬3,7801元 1. 疫情數經費開寸數 補助額 80% 以2,090萬7,025元 為上限 2. 歷史建築 南京新路 239項17號電路 修復工程 規劃設計 含英計劃 原則同意補助 經費開寸數為60萬元 1. 疫情數經費開寸數 補助額 80% 以48萬元為上限 3. 市立補金 曾經來附居 109年 即經濟搶修計劃 原則同意補助經費開寸數為 6萬9千元 1. 疫情數 蓋算 經費開寸數 補助額 100% 以6萬9千元為上限 4. 百年齡路 預算執行及補助效益 前接經可定資補助案 1. 簽訂經費補助時間 7月後 2. 幫你發報作業 補助案執行期間 本局將不定時派員查核及指導 監督 補助案 由因故至 109年9月30日 能無具體執行成效 因合力補助資金費 而必得是 金鐵金重 撤銷廢紙 或難無後續 年度評估 1. 疫情通用被查 前述核定補助結果 補助分配結果 將公佈名等網站 好 針對於 報案是 在2009年的 4月文化 既然補助第二階段的分配情形 相關委員有沒有其他意見 好 如果沒有 那我們同意被查 那 在第五案前 我剛剛看到郭老師進來了 我們這是新的一屆 跟大家打算招呼 好 好 接下來是第五案 報案5 案有108年12月至109年3月 市井普查列策建物灰灘結果報告 國安英俊文治法第14條 激情細則第15小 暫理 暫理經過說明 有關內銷清查結果 自103年於10年 等級歲於103至104年間 進行各行政區清單核對作業 期間更進行了46支線刊 當時線刊結果 對已發現為空地或狀況不佳者 分批前半 藉有14批 前13批簽準至14批 第11文治法 在155年7月27日修正公布 而文治局同年12月5日 訂立了古今歷史建築紀念建築 聚落建築區 史經文化景觀 歷史追蹤作念助力事項 顧本局站團辦理 自108年起有關 以前事務的清查作業 本局規劃三年執行委 脫了社團法人 臺灣歷史資源經理學會 辦理清查 然後共分三階段辦理 第一階段清查的標的 接續了本局站團 處理的第14批新單 以中正大統序為主 當學會邀請專家學者實定訪式 並提供建議處理的方式 本局序一列車追蹤作業 助力事項規定邀請三位 文治委員辦理現攤 詢問指自由108年5月至108年12月 公清查的142處 建議解列的有34處 並民眾含詢案件不設 自行普查列車建物本局 邀請3至5位文治委員辦理現攤 建議解列12處 參觀程序間比照文化 故意108年11月27日 最期限定標準辦理 然後 本次報告 事須六處建物 建議持續列車一處 建物現況附加或增改建過多者 建議解列的有25處 建物面施解除列車的建議是20處 本次解除列車數量較多 是因清查標定為接續 本局暫緩處理的第14批核推清單 會在104年前掌握狀況 二 有關自行普查列車建物訪製清查計劃 後續將持續辦理並分批報告 完成重視清查 以下是108年12月至109年3月之間的 列車建物會談的清查結果清單 然後詳細的資料我們可以參與手中的復健 然後本次 本次到109年4月30日的話 我們的列車建物還有902件 然後這邊補充的是現攤的照片 這邊是道童區和北口區的部分 然後這是中正和萬華區的部分 禮辦 一 本案會堪結果理 請統一備查 二 自行普查列車建物會堪結果 每季提送本審議會報告 三 本案一結論辦理後續 以上 好 那這報告 我們朱瑋老師有沒有要提問的部分 好 如果沒有我們同意會查 那接下來是審議案 審議案案由大同區國際台灣大學日式宿舍 溫中街25號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 案例情形1 本案例只為大安區郭州街25號 周洛子弟為大安區郎 九段一小段1.50號 建物為同小段25至55件號 土地跟建物管理人為 國立台灣大學 等於在109年1月14日 接獲民眾提報 聽查本案建物立年拜情形如下 一 95年本局重組專案小組 針對台大搜管80部日資宿設辦 現場會刊 包含溫中街25號 並經95年12月13日 文資會第7次會議舉例 不指定古蹟不登陸歷史建築 在106年 逐空訪文化設計部門有限公司 提報溫中街18項至12項居落建築案 等於在107年1月31日 把溫中街25號列色審查會刊 結論認定不具文化散架值潛力 不列色追蹤 在109年1月22日邀請四位文資委員 召開本案新市政諮詢 及文資法第15條價值評估會刊 會刊結論 溫中街25號建物具文化資產價值潛力 啟動文化展價值審查程序 程上本局秉制權益 啟動文化展價值審查程序 109年2月11日邀請五位文資委員 召開本案專案小組會刊 委員接認定本建物具文化資產價值 專案小組委員的意見單要影響 1.建物作業區位延續日志時代以來 文教機構宿舍區文理風貌 影像寶流程諸多日式宿舍具群落特色 2.獨門獨院室建物正面入口有唐紅瘋 1.即是較高級且特殊日式木窗與領板 主編賈林牆 3.台金龍先生為近代著名文士 曾居住宿舍約7個月左右 本來據文史建證價值 其他普通資料包括109年2月11日 專案小組會刊照片 以及文化展價值評估報告 成為原強三部件 這是本案的地籍地形圖 紅框的部分是座位土地的範圍 藍框是目前建物的範圍 這是航照圖包括2014年的航照位置 跟2014年的航照位置 這是建物現況照片 這是文牆外的狀況以及建物的外觀照片 這是入口的庭院跟車庫以及後院的部分 這是建物內部的現況照 文化展價值評估報告部分 基本資料位置請為民強三之前的資料 創建年期在1929年 建物還有所有人是國有的 關聯手臺灣大學 土地使用分區是第三所住宅區 原位宿舍使用現在已經閒置 在價值增記的部分 我不會專案小組委員都認為 他的建議登錄名稱是財建文庫基居 然後建議登錄或指定的類別 請委員參考報告書 我們在未來管理保存文庫的部分 依現行文資法規定 文化資產應由所有全人管理人收入人管理文庫 未來保存管理文庫 建議由台大項委員說明 在登錄範圍的影響評估 法案廠登錄為文化資產 後續建築本體 如果設計修復或再利用事項 需依文資法規定提送計畫 可文化去審查 基地中邊的相關一件工程或其他開發行為 在符合文資法施行系則 第22條條件者 依文資法34條規定辦理 你辦 你請同意登錄大安區 國立台灣大學日誓社社 溫州街25號為紀念建築 一 名稱 台積農部居 二 種類宅地 三 位置或地址 台北市大安區溫州街25號 四 紀念建築及其所定住的統地之範為面積及地號 紀念建築本體為溫州街25號建築本體 建物為大安區龍泉段一小段2555建號 中等總面積是125.16平方公尺 建物坐落土地在同小段的105D號 然後面積是382平方公尺 單路裡頭及其法律依據 一 本建物為1930年代所建 建物正面入口為唐伯峰形式 客戶制式建物特徵上保存滿好 且坐落區位延續日至時代以來 文教機構宿舍區域文理通貌 具保存價值 二 台建築為台灣大學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上文字提及取其書寶幾字 1990年5月簽具本紙配著 同年11月過時 本建物為台建築最諷足所在 台灣人文學術發展史上具歷史意義 三 符合歷史建築建築登陸廢職審查及輔助辦法 第二條第一項及第二項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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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項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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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掌握時間 我們今天的發言時間是每位三分鐘 今天一共有幾位 總共有十位 十位 每位三分鐘